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1987年的美国科幻电影《过关斩将》 由施瓦辛格主演讲述了在未来世界 统治者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 开创了一个杀人节目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未来 咱们的男主大壮是个正义的未来警察 他因为违抗了上司击杀平民的命令 惨遭诬陷成屠杀平民的坏警察 被抓入狱 监狱里的条件非常艰苦 很多犯人因为过量劳动类似 这天犯人终于不满预警的暴力执法 开始反抗 大壮也趁机加入反抗人群 顺利逃出监狱 他溜到哥哥家里 希望他能帮自己跑路 但哥哥家里却住了一个陌生的女人黑发妹 大壮从他口中才得知 哥哥也被警察抓走了 大壮劫持了黑发妹 希望利用他的旅游证坐上飞机逃跑 但黑发妹却在机场反抗 害得大壮又被抓了 这次大壮没有被送回监狱 他被带到了当下最火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辛基叔面前 辛基叔主持的节目叫《过关斩将》 这个节目表面上是个游戏节目 实际上却是个歪曲事实 误导观众的杀人节目 辛基叔看上了大壮的身手 希望他来参加明晚的节目 否则和他一起逃狱的朋友就会被杀 为了救神 大壮答应参加节目 辛基叔把大壮塑造成一个可怕的杀神魔 这样更能带动观众的热情 他还在台上宣布 只要大壮能通关成功 就能免除死刑 但辛基叔却违背了承诺 把大壮的朋友眼镜和大黑也拉进游戏 成了他的搭档 他们三人被一起投放到游戏区 接着 被称为冷酷王的斩将者 也被送进游戏区 他负责追杀大壮三人 很快冷酷王追上了他们 眼镜第一个被抓 但多亏大壮伸手矫健 利用钢丝轻松秒杀了冷酷王 与此同时 黑发妹发现大壮并不像新闻所说的那么罪恶 他利用自己在电视台工作的机会 留进资料室 想寻找真相 没想到却被人发现 可怜的黑发妹也成了节目的牺牲品 被当作临时参赛者 投放进了游戏 新的两个斩将者更加凶残 柔弱的黑发妹进去可能活不过一个小时呀 还好他一进去就遇上了大壮 四个人行动 总比单枪匹马安全 电脑天才眼镜发现了游戏场地的卫星网络 他想破解网络 找到藏在游戏区的反抗者秘密广播站 黑发妹跟着眼镜去破解网络时 大壮和大黑就遭到使用电锯的斩将者攻击 大黑光荣负伤 但大壮再一次刷新了观众的三观 成功反杀了斩将者 接着 使用电力攻击神的电磁王电磁眼镜后 又开着车对大壮发动袭击 却因为没有电 翻车被困 大壮坚定不杀 无法反抗之神的地线 让黑发妹更加确信 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神 游戏进行到现在 眼镜和大黑已经凉凉 大壮和黑发妹只能继续前行 寻找秘密广播站 他们又遇上了火而火的斩将者火球 差点被烧成火人 大壮利用他身上的火药 让他自食恶果 成了真正的火球 随后 大壮和黑发妹成功找到了秘密广播站 和反抗组织会合 但他们却发现电视台利用PS 换了两个人和斩将者对打 在观众眼里 就是大壮和黑发妹被斩将者成功杀害 大壮受不了这委屈 他决定和反抗组织重回电视台揭露节目的秘密 而广播站的反抗者则成功竖清电视台网络 把能证明大壮清白的视频直播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壮也成功抓住心机书 他把心机书投放进游戏区 让他自食恶果 最后大壮既洗清了冤屈 又惩罚了坏人 还收获了黑发妹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